大家好 我是沙菲 歡迎收看宏觀粵語新聞 國民黨被控折賣三宗黨產案 當時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前總統馬英九的角色 究竟是怎樣? 媒體不斷引用檢方的消息來源 馬英九表示忍無可忍 親自控告台北地檢處涉及竊物 筆檢也召開記者會前程 卸任總統之後馬英九面對很多場的官司 首度親自隱藏控告不檢 馬英九面飾凝重 寵說批評檢方蝕蜜 實在是忍無可忍 從台北地檢署重啟偵辦三宗案以來 一直有各種扭曲事實的錯誤傳聞 而這些媒體所得到的所謂獨家消息 都是騙斷的不真實的 馬英九辦公室也表示 北檢放任媒體報道案情 卻是不加以制止 難怪外界會懷疑放話來源就是北檢 這是意圖營造所謂馬前總統有罪的印象 以利起訴 除了控告檢察官洩密 馬英九也轉往高檢署遞狀聲請移轉管轄 請求將這件檢察官洩密案 而交給其他地檢署徵辦 北檢隨即開記者會澄清 很多媒體報道都與事實不符 與北檢無關 北檢發言人周時宇表示 檢察官徵辦社會觸目案件時 時時遭到有心人士 刻意以不正當手段 利用媒體來干擾偵察 呼籲不要以情緒或民粹性手段 來混淆焦點 妨礙、偵查、步驟 同時也強調 去年7月1日以來 北檢對馬英九涉及的刑事案件 已簽結160件不起訴4案 可見檢察官都是秉公處理的 絕對沒有任何政治立場的考量 華航對3名參加623公時體檢活動的幹部 進行懲處 其中更有一人 直筆就被解僱了 勞動部就決定依法向華航開罰 但華航似乎不為所動 華航企業工會14號開記者會 控訴華航 而聲援的民進黨立委 更是直指華航董事長何聯憲 華航企業工會成員 人首一張海報上面是寫著 華航目無法紀玩弄文字遊戲 要控訴華航打壓 參加工會活動的員工 甚至連勞動部都決定要依法開罰 依然是質疑要對3名參加623公時體驗活動的幹部 來進行懲處 議會的立委張茅頭指向華航董事長何聯軒 由於勞基法授法正在立法院闖關 立委他們質疑華航準備以拖代變 遭到懲處的員工更是出面指控華航 打擊工會幹部是為了要殺雞警候 華航發出新聞稿重申 勞資對話應該基於事實 公司也正進行人事評議的程序 亦都願意將事實吞在陽光之下接受檢視 獸險業財員繼友邦人壽宣布 從明年起終止了300名的業務員承纜關係 而南山人壽亦都爆出130名的保護收費員 將是調離現職甚至由資方來調整 南山人壽回應是職務轉型調動 不過工會就認為勞資無協商 根本就是假轉型之名行減薪之實 南山假轉型之名行減薪之實 以這份南山人壽員工二項書強調資方 但方面要求員工簽約 內容是公司將安排轉型計劃 職務上將有所變動 南山人壽工會表示 保護收費員早就轉型為保護關懷服務員 相關的業務繁集不僅僅是收補費 不僅僅是職務變更了 二項書的內容亦都寫著說 甚至條件亦都會調整 工會質疑資方根本就是 以轉型之名行財員之實 不過南山人壽真是發聲明稿回應 強調公司是進行業務調整 如果沒有法子接受轉型計劃的員工 會提供優於勞機法的優退、優離的方案 並非爆料所說的被迫退休 另外友邦人壽亦都證實 將是終止300名業務員的承攬關係 保險業崔寒峰 南山人壽和友邦人壽職務受到影響人數是超過400人 而南山人壽收費員轉型計劃 已經有30多位員工向國縣市勞動局申訴調解 目前還在調查了解當中 政府今年首度推出青年就業領學計劃 提供新資寶座 希望高中職生畢業之後不要急著升學 先去職場度工作 預計五年計劃已經編列了40多億的經費 不過今年的目標 5000個名額執行下來 只是媒合了744人就業 被立委批評成效不將 以高中生畢業之後去超商做儲備幹部 做維安例 勞動部拍廣告要推廣青年就業領學計劃 這個蔡政府今年首推的政策 預計五年編列40多億 希望令高中職的學生畢業之後 先去職場工作 每個月除了新資 還可以獲得將近1萬元的津貼寶座 不過今年設定5000個名額 至今只是成功回合了744人就業 成效引來立委的質疑 勞動部長林美珠則認為 沒有達成目標 原因就是大部分的學生 依然是選擇升學 顯見要改變國人的觀念 還需要時間 政府希望透過政策 讓年輕人盡早就業的機會 不過有國民黨立委就認為 推就業的同時 更加應該解決低身的問題 茅頭指向蔡政府急忙收勞機法 卻是遲遲沒有兌現要定定 最低工資法的承諾 面對立委質疑 林美珠只一再強調 已經開了很多次公聽會 勞資雙方還是有不同意見 但是勞動部仍然會自我期許 盡快在明年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 環保團體認為 在近期的控惡爭議 經濟部應該擔起更多的減回 控惡管制的責任 但是目前看來還是相對消極 於是就前往經濟部要求規劃出明確的減回事情 也要求北部的民眾出來聲援 企業總部設在台北 但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廠區 就是坐落在中南部 是台灣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 但是北部環團就認為 這樣的區域不平等造就了現在 一個天空兩個台灣的控惡現象 呼籲北部居民對於中南部的空氣污染議題 不能置身事外 反控惡大遊行將於11號 在台中高雄同步舉行 北部環團邀請北台灣的民眾 挺身南下參與 並且要求經濟部擔起更多的 減回控惡管制責任 而針對2025年燃煤發電 說要降到30%的目標 也都應該畫出明確的事情 對於嚴肅的空污議題 經濟部現場 只是交由國營事業委員會 趁著回應媒體 中火未來會減排 中共將會投入 經費、離造、脫留、脫銷設備等的改善作為 環團希望經濟部 在近期的空污論戰當中 能夠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因為能源發展 工業窩爐管制等 除了環保署 也都要透過經濟部 跨部會協貼治理 控惡改善 才有落實的空間 一份2016年 口腔癌防治力調查發現 全台食檳狼比率 是逐年遞減了 但是國中生食檳狼的人數 就有少少上升 而口腔癌的發生率、死亡率 也有上升的趨勢 國縣市的衛生局代表 陸續接過獎狀 因為他們在檳狼防治、酸道 還有口腔癌篩檢這些項目上 表現相當優秀 獲得台灣檳癌防治聯盟表揚 根據聯盟的調查 105年各院市的口腔癌防治力 成人食檳狼率 和前幾年相比有減少趨勢 反而口腔癌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就上升 至於青少年的部分 高中職食檳狼率下降 國中就稍為上升 由院市區分成人的食檳狼率 是台東、花蓮、藍頭最高 高中職和國中 亦是台東、屏東比較高 國建柱表示 將會與教育、農政相關單位進行討論 如何加強青少年的檳狼防治 和口腔癌預防概念 同時也特別強調 由99年開始 運用燕捐來推動口腔癌篩檢 至於未來能否像煙害防治法一樣 訂立檳狼防治的相關專法 還要經過跨部會的考量 現在LINE推出了新功能 可以將發出的訊息 在24小時內收回 不過前提就是上方都要更新版本 律師也提醒 如果在訊息收回之前 就被截圖 而截圖的內容 還是可以成為證據的 和朋友的對話框裡面 傳了一句 寶貝 你在做什麼呀 回國神尼才發現 傳錯了對象 真是很尷尬 通常原體LINE推出新功能 就是可以將傳錯的訊息收回它 問中只要更新程式之後 暢禁想說收回的訊息 就會出現收回選項 選擇之後 雙方都會看到訊息已被收回的顯示 LINE表示 訊息收回功能 將在從目前LINE的最新版本當中開始推出 可以收回的訊息 包括文字、貼圖、照片、影片、語音訊息、網址、聯絡資訊、位置資訊檔案 一對一通話記錄 只要在傳出的24小時之內 就算對方已經讀了 但仍是可以收回的 不過律師也提醒 有這樣一個收回新功能之後 如果在訊息收回之前 就被對方截圖 截圖的內容都仍是可以成為證據的 事實上過去LINE的台灣版本 就有提供訊息刪除的功能 但是只會在自己的裝置上刪除 對方的裝置或者是群組當中 訊息都仍是會被保留的 而今次新登場的訊息收回功能 是可以連同對方手機上的訊息一起收回 但是前提就是 必須雙方手機的LINE都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才有這樣新的功能 前總統陳水扁在高雄市舉行照片集簽書會 由於現場的名額限定260人 一早就有支持者排隊 雖然台中監獄核准了陳水扁出席 但是要求不上台、不演講、不受訪和不談政治 簽書會全程是由他的兒子陳志忠代為發言的 前總統陳水扁一現身 現場的群眾就蜂擁而上 大聲高喊說要加油 大批扁迷一早就來到排隊 要搶前260張入場號碼牌 最後仍然有300多人是無法入場的 郭市館秦往黎是替謝任總統出版照片集 日圖三冊的陳水扁總統照片集 紀錄陳水扁8年執政的過程 從12萬多張相片當中 簡出800多張集結成書陳水扁 右手紮筆用力簽下每一個字 第一位拿到簽名書的高雄市長陳菊表示 相信歷史會還給陳水扁公平的論斷 陳水扁出席這場簽書會獲得台中監獄核准 但是因為被要求不可以上台演講和受訪 又不可以談論政治 全程由他的兒子陳志忠發言 對於外界關心會不會參與 明年市議員的選舉 陳志忠回應說 曾經做過前鎮小港區議員 服務處也一直存在那裡 會繼續行走基層 參選仍在評估當中 1806學年度 中央有關機關聯合坊士橋生會 北部場活動是由中原大學舉辦 在台灣就讀的橋生 藉由參加活動 認識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 同時把握機會提出在台灣生活時候 所面臨的問題 作為政府 未來調整橋外生相關法令時候的參考 為了加強橋生輔導工作 提供橋生全方位的服務 教育部指導全台灣 北中南東一共四所大學 舉辦聯合坊士橋生和座談 北部場是由中原大學主辦 一共有來自北區很多所大學 增近200位橋生 以及橋闊老師來參與 作為東道主的張光靜校長 歡迎大家訪訪中原大學 希望大家能把握機會交流 並且踴躍提出在台灣就讀的生活 所面臨的問題和困境 與橋生有密切關係的橋委會 由田秋謹副委員長趁至出席 田副委員長表示 台灣是民主法治的社會 良好的治安環境 令到海外留學生能夠放心讀書 歡迎更多的橋生來台灣求學 在正式的分組討論開始之前 中原大學很多位音樂學程的學生 帶來自己的音樂創作 在分組討論時間 橋生他們暢所欲言 分享在台灣求學 生活時候遇到的困難 而針對橋外生提出的問題 出席的中央部會機關代表 也統一答覆 尤其不少橋外生 希望畢業之後繼續留在台灣工作 關於求職期的簽證和工作許可 引發高度的討論 此外還有兵役和轉學考等問題 橋生他們雖然提出很多 在台灣期間面臨的困境 不過對於學校提供的教育 以及對學生的照顧 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從第一線和橋生接觸的學校老師 到主管橋生相關法令的中央部會 齊心協力做好準備 要讓台灣成為一個最受橋生歡迎的選擇 橋委會辦理2017年海外橋台商 推廣台灣美食加盟觀光團 有來自全球各地經營食品餐飲 相關企業的橋台商 共同參訪很多間成功的連鎖加盟企業 考察台灣飲食流行的趨勢 並且協助推廣台灣品牌 去到海外連鎖加盟 橋委會舉辦2017年海外橋台商 推廣台灣美食加盟觀光團 一共有來自全球10個國家 超過30位學員報名參加 為其一個星期的參訪活動 在台灣連鎖加盟出眾協會的安排之下 觀光團造訪多間 國內知名的連鎖餐飲集團 學習企業成功的秘訣 並且參觀連鎖加盟展 橋委會副委員長呂元榮 與觀摩團座談的時候 代表委員長吳新興歡迎大家 她期盼透過橋委會提供的交流平台 令到參與的橋台商 能夠與台灣業者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除了拌手禮、食品、台灣飲料、冰品 也行銷全世界 包括珍珠奶茶、芒果冰 在很多國家都受到歡迎 觀摩團的成員認為 如果能夠將這些產品 透過連鎖加盟的方式 推廣到各地觀光景點 就可以打開品牌的知名度 經過一個星期的相處 團員希望能夠與台灣廠商 維持難得的緣分 未來也可以在橋居地合作 將台灣的美食推廣到各地市場